说到了北海油脂呢 已经混入四药油卖给的下油 初步清茶光是下油就110家的厂商 受害制成38项产品 像是蛋饼 葱抓饼等等都已经流入市面 另外包括台中牛排馆 春水糖 王品牛排 小时天堂等知名餐厅 以及富卖面包和口店也都染上了黑心烈油 目前问题油品已经封存 今天的香酥的蛋饼不少人最爱这味 不过现在也染搜 卫福部初步清茶北海向香港金宝运进的 饲料油卖给110家厂商 制成38项产品全都中标 在今天下午的6点必须要自主通报 那在7号的5月之前要办理下架 总共下架了8560公斤 油商接连出包下油厂商也被拖累 像是彰化和家乡进了59公顿的香酥油 卖给170多家 像是爱买 桂冠 珍祥等等全都要下架 店员亲切说再见还是不抵搜油带来的负面形象 嘉义民雄肉包也出包 店面冷冷清清不仅如此力大浓处 还有全台有50家分店的太师傅便当店也被卷入 只能鞠躬向消费者道歉 我们所有的食材全部来讲我们都一定是选用有检验合格 然后大厂牌的东西 那还是这样子没办法避免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无奈 因为就算有政府背书有那些检验报告 我们还是有可能不小心踩到了地雷 针对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店家是从9月那时候顶星爆发油品事件的时候 那我们是有察觉到说 连国内数一数的大厂都有问题的话 那时候我们店家是针对这部分有疑虑 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自己自炸猪油这样子 来做一个产品的制作 我们这次没有完全去把好这个关 我们跟社会大众深深的道歉 三三道歉企图挽回信心 9月才扫到强冠黑心油 而这次公演整合又倒霉二度中标 黑心列油一波波 全台几乎沦陷 明天无疑倖免 业者也只能大谈无奈 约电TV刘玄盛 林秉宗 李子萱综合报导